邮局大厅中人来人往 民众忙着寄件除去 许多人都会以邮局作为新转账户 没有想到近日居然传出重复波新的乌龙 事发在台中市的明泉路邮局 3号进行国军中部地区的波新作业时 人员操作失误 以为档案被删除 因此4号重复波新 导致有一万多笔的账户重复入账 金额高达3.8亿元 蛮夸张的 我觉得这种应该算是很简单的事 然后却不小心就出错 很夸张 因为应该正常会有好几个流程 然后好几个主管下去 就是审查吧 然后都没有人发现 台中邮局也出来说明 由于3号4号两天的主管不同人 才会没有及时发现 发现重复波新的当下 就启动了冲销作业追回款项 目前仍然有部分款项尚未追回 将会持续联络当事人 也会加强同人的教育训练 避免乌龙再度发声 东三新闻中部中心报导